蘇貞昌很荒謬,又好笑又霸道 已經是國家級的、國際級的醜聞 立委問政,怎麼不可以問呢? 蘇貞昌為什麼不敢去撤謊呢? 蘇貞昌說他不干涉NCC,NCC獨立機關 把大家大牙都笑掉了 蘇貞昌院長說,那個... 郭敬電視還要不要查,你什麼樣子? 我覺得蘇貞昌很荒謬啦 又好笑又霸道 這麼大的事情 這個已經是國家級的、憲政級的、國際級的醜聞 立委問政,怎麼不可以問呢? 什麼說不必查了呢? 對不對,法律歸法律,政治歸政治嘛 法律有法律的程序 但是立委在立法院問政,那是政治 對不對 立委難道不知道你們會當眾否認嗎? 當然知道嘛 知道你們否認為什麼還要問呢? 就是把你們否認的這種態度 攤在陽光下,攤在美光燈下 讓全民看到你們的樣子嘛 看到你們否認的樣子嘛 這個事情 當事人有否認嗎? 當事人只說經過剪接 那本來就剪接啊 兩個鐘頭錄音帶不剪接嗎? 兩個鐘頭誰要聽 所以一定會剪重點出來嘛 那這個... 陳耀祥否認,陳耀祥怎麼敢在立法院 公開承認蘇貞昌對他施壓呢? 對不對 洪耀福有站出來反對嗎? 有站出來否認嗎? 請洪耀福站出來啊 說你有沒有介入啊? 你有沒有在中間下指導期啊? 洪耀福敢出來嗎? 蘇貞昌 我記得那個立委陳交華說 蘇貞昌敢不敢來撤謊? 來對職 蘇貞昌為什麼不敢去撤謊呢? 跟陳交華去撤謊啊 誰說謊誰沒說謊 一撤不就知道了嗎? 對不對 那蘇貞昌說他不干涉NCC NCC獨立機關 你不要講獨立機關齁 講NCC獨立機關 把大家大牙都笑掉了 NCC現在真的是獨立機關嗎? 蔡英文、蘇貞昌都沒有去干涉嗎? 你叫前任 任起來沒滿就辭職的 這個詹廷昌 詹前主委出來 蘇貞昌敢跟他對職嗎? 問詹廷昌 蘇貞昌有沒有干涉過他呢? 講這些話齁 都是讓人家覺得說 不知道怎麼講啦 就是說我覺得 明明有干涉 你還要說沒干涉 在立法院還不准立委問 說跟立委說 我們不必查了 怎麼不必查呢? 當然要查到底 還有陳吉仲主委 陳吉仲主委 陳吉仲對於張善政 警咬不放 但是現在有人指控 所以陳其中自己的論文也有抄 那陳其中否認 我覺得你講別人 你先看看你自己 那你用檢查張善政的標準 來檢查陳其中的論文 你甚至用張善政的標準 來檢查所有農委會委託論文 看看到底多少是抄 你敢嗎 你敢不敢 你敢就去做 我看看結果是怎樣 我告訴你會血流成河 他現在可能在為他最後的官位做辯護吧 這個人真的是可以睜眼說瞎話 那個聲音就是裴委的 陳耀祥你已經不適任當NCC的主委了 我立刻要求陳耀祥應該要辭職下台 總統府跟行政院 你應該出來說清楚 到底跟裴委的關係是什麼 那如果你真的是接受了裴委的官說 這真的是一個國家級的醜事 今天一早陳耀祥被追問 到底總統蔡英文和行政院長蘇仁昌 有沒有施壓你陳耀祥 陳耀祥說什麼 絕無施壓 有沒有被下封口令 他也說沒有 問題是最後一件事情 更讓人家驚訝的是 他還大喇喇的說出 當然NCC就是一個獨立機關 我們聽到這一整個錄音檔之後 他還說這個錄音檔真假 他不知道 委員陳耀祥想怎麼了 我不曉得他怎麼了 他現在可能在為他最後的官位做辯護吧 那真的這個人真的是可以睜眼說瞎話 那錄音檔都已經曝光了 那錄音檔裡頭的聲音到底是不是裴委的 其實大家都聽得出來 那這個也可以說我們鑑定 我相信那個聲音就是裴委的 陳建平董事長也出來證實說 那個聲音就是裴委的 所以呢 其實上 進電視的這樣子的一個錄音檔發展到現在 我昨天呢 其實我也對我們的整個虎院來發表聲明 第一個 陳耀祥你已經不適任當NCC的主委了 我立刻要求陳耀祥應該要辭職下台 然後盡待司法的調查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虎院 總統虎跟行政院 你應該出來說清楚 到底總統虎跟行政院跟裴委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你跟裴委不是那樣子的一個一層關係 那這個有攸關到 有攸關西到我們總統的名譽 那我們就整個國家的司法法制應該要來查辦 那如果你真的是 接受了總統府跟行政院接受了裴委的官說 那這真的是一個國家級的醜事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在台灣民眾黨 我們早上的陳會決定下禮拜二 我們要來召開一個公聽會 讓整個社會來一起來對這件事的一個探討 第四 我會要求在立法院組一個調查真相委員會 如果調查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真相 確實是因為裴委跟總統府的一個官說 跟一個交代下來 那我會要求進電視的執照應該要撤照 所以等於說這一整件事情這看下來 如果說府和院他們要維護自身親愛的話 早就對你陳佳華提告了啊 你是不是在變造陰黨啊 就應該出來說清楚 因為這個是一個動搖到黨本或是國本 因為你想想看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要求了那個黨政軍退出媒體 結果他居然去交代說要讓媒體進到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一個國家級的一個醜聞 所以總統府跟行政院一定要出來講清楚 以維護總統的名譽 對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件事 因為昨天就傳出這個進電視的董事會 要對現任的董事長鄭優投下了這個不信任票 雖然最後這個進電視他們是發聲明說絕無此事 而且呢現在他們的董事會也正常的運作 但想要問一下委員 就算把鄭優董事長撤換下來之後 對於這一整件事情有什麼幫助嗎 我想一個電視台要撤換董事長 還是要報請NCC審議 那這個其實從頭到尾 要不要換鄭優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換湯不換藥 因為整個的進電是最後的背後領 最後的指使者 最後在主導的這個還是一個還是裴委啊 對不對 那裴委 裴委這件事沒有去處理 就算你把它換了董事長 那董事會其實我聽到很多的聲音 董事會甚至股東都會覺得說 應該讓裴委退出這樣的一個集團的運作 那整個的組織編輯部或者是整個營運部門都要重整 這樣子才能夠建構一個比較健康的一個電視公司 所以等於說裴委他的視力依舊是在進電視裡頭 視力依舊在啊 因為他的辦公室那一棟大樓他的辦公室在七樓 那進電視在三樓跟四樓 可是每天早上的編裁的會議呢 還是把電視台的這些陳樹邱附中啊 這些編裁人員交到七樓裴委的辦公室在開會 所以一樣主導的還是裴委啊 請問我們想問一下到底有沒有被這個 行政院長蘇貞昌施壓 先去簽到一下好不好 我先簽到一下 那有沒有施壓 沒有 絕對沒有此事好不好 我先去簽到 那有沒有被蘇貞昌和蔡英文下封口令 沒有 沒有 不好意思 我去簽到一下吧 錄音檔好像有不管 陸公有說就是有喬照目的這個狀況 這個錄音檔真假我也不知道 那我跟各位講 絕無此事就是這樣子 那絕無此事可是陳建平就說有啊 陳建平說什麼我不曉得 陳建平說這個錄音檔是真的啊 不好意思 謝謝謝謝 公日扣檢舉案件現在會要處理嗎 當然現在在處理當中 我們現在大概已經收到一百二十三件左右的案件 到昨天為止 我們會去處理好不好謝謝 那四十萬這個叫重罰嗎 這個是由我們各界去處理 我們有那個申訴那個什麼 那個廣播節目諮詢會議 建議然後我們委員也認為這樣的處罰 我們會考量到個案裡面來講 還有每家電視台的違規的情況 謝謝 那為什麼會拖這麼久 是真的還假的 不好意思 主委那麼換動作是真的嗎 他們換動作是想要止血嗎 好抱歉讓主委簽個道好不好 所以國民黨派要求你應該下台負責 你怎麼看 那周遇寇的這一個檢舉案是已經過百件 等一下我等一下你去換我 他說要下台負責你怎麼看 沒有這麼一件事情 怎麼樣 那周遇寇的這個檢舉案已經可能已經到了近百件了 一百二十三件左右到昨天下午四點為止 那目前有一個處理的時間點嗎 基本上來講我們當然有依照相關的SOB去處理 但是每個檢舉案 因為有時候檢舉的內容清楚與否 有時候我們會請他補充說明 所以說每個案子處理起來的進程來講 會有前後落差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整個處理過程裡面 如果民眾的陳情不是很清楚 我們都會再補件或請他再說明 不過為什麼會拖這麼久才罰了一個 沒有拖這麼久的問題 有時候基本上是希望他補件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每個民眾的檢舉過程裡面 有時候他簡單的寫 那我們的處理機關會 我們的處理單位會要求他說明一下 所以說會快慢不一的問題 的確會有 但是這個我們這個希望將來來整個流程 可以再繼續加速改進 周遇的英黨曝光 這個前官員這個火馬玉就是說是有交戰 然後甚至還說NCC不是有講道理的單位 你怎麼看這種狀況 我不曉得這種狀況是上面是怎麼在情況下 假設就去放 NCC每個案件都是我們依法去處理這個案子 你可以看得出來說我們每個要求補件 就是說我們在審查過程裡面 如果有相關疑點我們都會請他去說明 如果現在張淑珊的案件 然後現在罰這個40萬 不覺得是模糊焦點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剛好就是一直一直處理 那主委你還敢說NCC是獨立機關 當然 NCC還是獨立機關 所以完全沒有被四個人槍施壓 記者不可以過來 記者不可以過來 jpg uj